如何让你的Home Assistant也可以多出一个路径追踪的一个卡片 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这期节目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Home Assistant如何显示这个GPS追踪的路径 看过我节目的朋友呢,都知道我原先呢 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的插件 是墨兰地图 但是由于墨兰地图呢 作者很久没有维护更新了 所以呢,随着Home Assistant慢慢的升级呢 它就不支持我们最新版本的Home Assistant了 我的能力也有限 也无法将这个插件呢 修改为支持最新版本的Home Assistant的插件 所以呢,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官方的地图如何显示我们的行车路径 或者是行走路径 这个前提呢,是我们的手机 必须是开通这个GPS追踪 如果大家不知道如何使用GPS追踪呢 可以上我频道去找一下前面的视频 我们看一下演示哈 我现在呢,给大家点一下这个路径追踪 当我们点击这个路径轨迹这个卡片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追踪的这个人的路径了 大家看这条线 这条线呢,就是这个男主人的轨迹 女主人在家没有动 所以呢,他没有轨迹 如果大家放大呢 女主人也是有一些细微的轨迹的 我这里呢,就不再给大家放大这个路径了 那么呢,这个就是一个官方的方式来实现这个路径追踪 然后高德地图这个卡片呢 是由一个第三方的插件来实现的 那么我现在就带大家操作一下 如何让你的Home Assistant 也可以多出一个路径追踪的一个卡片 好,那我们首先呢 点这个右上角这个编辑仪表盘 然后我们添加一个选项卡 然后呢,我们这边要选面板模式 因为如果你要地图显示全屏的话 要用面板模式才可以 标题呢,你设置不设置都无所谓了 我这里不设置了 我带大家做一个新的地图 点这个右边的添加卡片 我们找到有一个地图 地图我们看 这是有一个显示指定小时数的路径 那我们把这个写12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下面这些追踪的设备 12小时之内的路径都会显示在 我们这个仪表盘上 然后呢,这些实体呢 就是你要添加 这边呢,是你要添加追踪的设备 或者是追踪的人员 然后地理位置来源这边可以空 然后我们点一下保存 保存成功之后 我们退出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个呢,它调用的不是高德地图 它是用我们原生的这个地图 如果想像我这个例子一样呢 显示这个高德地图 并且呢,有这个路况追踪呢 我们就要下载一个卡片 我们从应用商店里 HACS里面找到这个Frontend Frontend的大家看哈 我这边装了一个叫高德Map Card 这个卡片呢 就是我们需要集成到 Home Assistant里之后 显示在首页 显示这个高德路况啊 还有高德一些信息的卡片 我们怎么添加呢 在Frontend的底下 下面点这个添加和查找 之后呢 我们搜这个高德Map 我们只需要搜到之后 点一下安装 它就会出现在这里 然后重启一下Home Assistant 我们再回到这个盖栏里边 我们把这个刚才添加的卡片编辑一下 如果我们不需要这个官方的OpenStream Map 我们删除卡片 删除之后呢 我们添加高德的这张卡片 我们往下选 我们往下看 这里也有一个自定义中国地图 这就是我们刚才装的那个HSS里的插件 我们点击之后呢 跟刚才长得很像 然后这个显示的路径呢 我们可以填写显示12小时之内 并且呢 这还多出了一个实时路况的开关 你可以把它打开 就可以显示实时路况 关闭就可以关闭实时路况 追踪的实体呢 跟刚才一样 如果你想追踪男主人呢 那就选男主人 选追踪女主人呢 就追踪女主人 你可以追踪多个多个人员 然后让多个人员的路径都显示在你的地图上 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呢 就是API Key 这个API Key呢 我在原先的墨栏地图里边 已经说到过 如何获取这个API Key 那么这也是很简单的 我们点一下这个API Key这个链接 然后我们在这个高德的开放平台注册一个账号 注册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API Key 我已经注册过了 我在这里直接登录 登录进来 我们点控制台 控制台 控制台里边有一个应用管理 然后我的应用 大家看我这里边有一个已经创建好创建好的三个 其实有几个是没有用的 都是给大家做演示的时候创建的 我们就按照第一条 我这样的例子呢 点击这个创建应用 然后选择外部端 最后我们我们得到的这个Key呢 把它复制下来 回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 把这个Key填到卡片的这个位置 这样呢 我们的Home Assistant就能从高德取回这些地图的信息 包括这个交通信息等等 然后点一下保存 我们点关闭 大家看 这个高德地图就安装完成了 高德地图路径卡片就安装完成了 那为什么这么小呢 我们再进到编辑里边 我们看这个 这个这个里面呢 有一些 有一些可以设置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缩放 那我们把缩放选到10 大家看就变得大一些了 然后我们再调一下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呢 你可以把这个缩放的级别呢 按照你想要的大小来调整 比如说我们调到15吧 15应该是比较大了 那大家看 这已经放大到街道了 如果你觉得挺满意呢 那就可以停止了 把这编辑退出之后呢 每一次进来 大概就是这么大 那如何显示我们高德地图 路径信息的教程呢 就给大家介绍在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一定记得订阅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